前面看到这个大的牧种 是北宋第七位皇帝 宋哲宗赵旭的永泰陵 在这个大大的牧种 西北的方向 有一个仅次于 它的牧种 周边也有十项生 这个是 昭淮 刘皇后陵 是它的第二个皇后 刘皇后 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现状 北宋的陪葬墓 特别是皇后 一般都在西北方向 这块麦田 原来是它的神道 现在庄家长得非常好 也非常整齐 我们先看这边的十项生 现在老乡正在交地 看到了一个石码 马腿的话 埋了半截了 而且前面种的有蒜 这个石码的马腿已经入土了半截 入土为岸 这是一个石虎 在挨着果树 这是一个葡萄树 这后面不知道啥果树 也不错 果树为岭吧 可能看一下果树 这前面 拿的有 剑 是一个武将 在前面就没有了 原来应该不止这么多 它对面的话也有 但是对面 能看到 扶着马的一个 锁的一个果园里面 要不我们走进去看一下 这边的路道太窄了 这边就是护栏 护栏网 另外一面就是麦田 走在这中间 我看到了 我可以看到 有一个空马关 挨着一个马 对面应该跟那边一样的 也有一个空马关 找不到了 一个在栏杆外面 一个在栏杆里面 是一对 但是不能相见 这边是石虎 也能看一眼 开个户栏的 隔壁是种的是核桃树 再往前就没有了 这个就是硫磺后灵 这个就是硫磺后灵 这个就是硫磺后灵